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利用三角函数计算我们这个图子上面的尺寸 这个图子啊 大镜小镜都告诉我们了 然后也告诉我们角度 但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追度的长度 它没有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计算了 我们把这边衍生出来啊 衍生出来 这边衍生过来 形成一个直角的一个三角形 也就是这样 形成一个直角的三角形 我们已知啊 这条边啊 也就是这边衍生出来 这条边50解一个30 20除以2等于10 也就是说这条边 我们等于10 a边等于10 我们知道a边知道它的对角是20度 就可以算出这条b 就是我们的追度长度 b怎么算呢 我们用10除一个10 20度 也就是10除一个0.3639 那么就等于27.48 那么我们这个问号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追度长度就应该等于27.48 啊 这是啊 这一种算法 还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像这边这个图 那么它是它已知我们追度长度 以知角度 以知 大直径 那么要算我们这个小头子径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 这边衍生出来形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a边他不知道 知道b等于10也就是10毫米 那么这种 三角形的话 我们就应该用这个三角形这个20度的零别 也就是b 10 乘以一个t20度 那么就能算出这个a边 算出这个a边之后 a边等于3.639 也就是说10乘以一个啊 太二十度 0.3639 那么等于3.639 那么怎么算小头呢 大头50几去一个2 乘以这个3.639 那么就是50几去3.639 乘以2 那么就等于它的小头42.722 为什么要乘以2啊 因为我们的三角形衍生出来 它是单边嘛 我们算出的这个a边是单边 那么要把它 我们要算直径的话 就要乘以一个2 用50 解决我们算出来这个a边乘以2 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小头直径42.722 然后我们常用的一般图子给出的尺寸就是这两种 要么我们算小头啊 要么我们算长度 或者说有的时候是知道小头不知道大头 算大头啊 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三角函数这两种算法来算啊 然后今天这个三角函数就讲到这里 你说那我们来电话其实 dissolve的页换 听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 clearing 什么事情 所以稍后也给它太大闪 听手的变 much 看这个玩意 感觉你知道载快感觉他怎么发展不应该不幸 和нем打算栽数呢 现在慢慢账煮自己entheightция адно 黄晓核和廉被放的 在这里道家 fade走直身后不所在阶段随大的把独立做的